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猫 我是陈璇 书店的主人 我是厦门 1978年就来读书 刚好有个同学在这边做part time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过来 看一下一看就已经喜欢了 就78年的11月还是12月 做part time开始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还是觉得二手书是 就是能做一个二手的用是很好 第一句真的环保 你一个人看和五个人看和十个人看 它那个书本本身就发挥它最大最大的一个功能了 再加上就是说你新书一百块钱可能一本 但是二手书你一百块钱可以买五本书 对吧 然后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作为阅读上面有时候我们挑书来看 我就觉得看到二手书那个 怎么说 整体的字数我是觉得比看新书有时候还更高兴更兴奋 因为以前的作家呢 他们真的是那个功夫很扎实 他们是比如说读完书 反咒 消化 然后再出来 就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本身的东西 和现在有一些作家呢 比如稍微是要去晚上找资料啊 或者东操细操都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然后就出来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遇上一个什么问题啊 因为人总是不断的思考一些事情 那你有时候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自己想不通的东西 我觉得我太方便了 书上拿一个架子 在书本里面真的会有一些东西 我们会令到我们盯到的 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阅读的一个最大的 一个乐趣 还有就是除了我们说看故事以外 不是 我觉得阅读是来提升我们的智慧 真的是通向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思 这个书帮你打通了一些脉络 比如说你在阅读过程中 哇那个真的是周围都是风光 真的是一个书店 只不过是真的那么巧有猫 然后大概八几年吧 我发现那个音乐的那个 突然间怎么没有声音 有那拉巴线给老鼠咬掉 然后有一个很厚的字典 一套诗本的词源 一落的这样角落这样全部咬掉 哦那个是那个很心疼的 那我就因为这样子 当初真的是功能性的 那但是后来我觉得 如果能紧一只 街上就少了一只流浪猫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生一对手 只要做一点点事情 有一个生命就这样子成长了 那如果可以帮他找到个家 我觉得那个是最幸福的 每一只都有每一只的特性 而且每一只都有每一只 自己给他性格很可爱 这个就是猫有魅力的地方 每一只都不同性格 我觉得每一只都 你都可以说到故事的 我觉得还是要沟通 我觉得最要紧张 你要知道动物的本性 还有就是说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而不是说我要你怎么做 不是 我觉得要站在他们的角度 要从他们的那个角度来看 回到不要用人去看 不要只想 哦他们太可爱了我想玩 他们想不想呢 对不对 从他们那边角度也想一想 不要去为了哈哈享受那一下 他们平时很自然的那些行为 已经是很好笑了 不需要去搞那些花俏的东西 他们生懒腰 那个动作也特别柔软的不得了 那还有他们玩的时候专注 吃的专注 睡觉睡得非常沉 比如他们的那个动作 哇 特别优美 他们定在那里在想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你是在思考猫生 哈哈哈哈哈哈 有时候我会通过动物 反而会反思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有想过退休 但是我当时有一个梦幻书点 就是书架可以真的像顶天立地 我现在基本上有一点点啦 但是我们没有那种漂亮的地板 没有那个哈哈哈哈 没有一个漂亮的书架 我也没一个梯子呢 我一直很想有个梯子可以划来划去拿书 人家找书也方便 我拿书也方便 这一条路慢慢走 反正每天做好每天自己的工作 自己分内的事情 那已经是行了 那天你也享受了 已经开心了 你也谢谢人 谢谢